反中派的结果始终是产生新的中派 在美国也是这样子 美国有些中派最初是以反中派的侵蚀出现的 后来发现这些反中派的独立堂会还需要联合起来 一旦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中派 所以我就说我也是反中派的 我比你更反中派 因为我反中派 所以我坚决不成立新的中派 因为你们反中派 所以你们不断地产生新的中派 因为你们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属于他 我也不属于他 我只属于耶稣 所以你变成一个新的中派 每个中派都说我只属于耶稣 我想关于对于中派如何看待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影响到家庭教会的走向 或者基督教在中国的总体走向都会受到影响 你刚才提到一点叫做中派主义 加入中派但并不意味着中派主义 我觉得这个 英文实际上有两个词 我记得两年前有一次我们几位在网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就提到几个说法 是支派 从神学的角度是学派 然后中派 几个不同的区分 是的 我觉得做这种区分可能能够清理一些思维的混乱 因为在英文里一个叫做 sect 一个叫denomination 两个都可以称为主义 就是sectarianism是一种主义 denominationalism是一种主义 而这两个词都翻译成中文 现在就存在混乱 都会翻成宗派 或者有的时候说一个翻成教派 一个翻成宗派 但是哪个是教派 哪个是宗派 反过来点过去 而意思是这样子的 这个sect是相对比较小的 比较界限清晰的 说你属于我和不属于我 很清晰 只有我对 其他人可能都错了 所以是sect 这种宗派主义是我们经常所指的那种 叫sectarianism 就是为我独尊 为我独对 其他都是错的 而宗派主义的特点 你常常会听到这样 就只有在我这才得救 这是宗派主义 而denominationalism 也是一种ism主义 但这种它就是说 比如说我属于长老会 我属于进行会 这是我所理解 按照圣经应该这样子做的 但是我这种理解 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方式 别的人跟我理解不同 但也许他有他的道理 但是在我认识到我错之前 我要坚守我这个 但他的前提是说别人也可能是对的 这个的前提是清教徒讲的良心的自由 就是我们今天谈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在清教徒的时代 或者英国那个时候 维东尼亚之前 伊丽莎白那个时候 它主要体现为是宗派自由 包括美国的第一修正案 其实那个时候所针对的主要 也不是指到今天这一个人 他无论这个信什么样的 今天这个新兴宗教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建国者们 其实是说基督教内有各种不同的教派 然后你按照你的良心选择你的教派 而每一个教派都有权利 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信仰来具行崇拜 因为崇拜一定是群体性的 所以它首先是体现为一个群体性的 叫做教派的自由 叫宗派的自由 对 就是这种政教 美国政教分裂原则 实际上是在建立在这种深血基础上 就是说我和你属于不同的宗派 但并不意味着是只有我对 你是错的 你们是都凭良心领受 圣灵这样子形成不同的宗派 我觉得真的是 两年前我们谈论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比较让人理解的 就是把denominationalism翻译成支派和支派主义 就像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十二支派 大家都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 但是是属于不同支派的 我是其中一个支派 并不意味着你比我低还是不够 你是同等的 只是说属于不同支派 在教会论里面的话 这个也是表达基督身体的一种丰富性 因为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 所以我们在身体上就是各自做肢体 而各自做肢体就是各有不同 不可能都是鼻子 不可能都是眼睛 那么大家就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一间教会内 弟兄姐妹之间是这样子 彼此搭配 在整个大公教会内 不同的中派之间或者支派之间 显然也是如此搭配 不可能都是大腿 不可能都是手 所以这种支派的观念 实际上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 而不是要把自己变成独占真理 唯我独尊 而说承认我是有限的 但是只有很多个有限的支派 才成为一个合在一起的肢体 我是改革中 但是这不表明 我认为其他的中派不是神的儿女 也不代表说不承认其他的支派 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甚至不代表说其他的教会 他们在神学或者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错的 或者是当然我会有我良心上认为 我所持守的是正确的 在你没有说服我之前 对 这个原则也很重要 并不是说我随意就可以转到另外一个支派去 而是说我现在是这种认识的 我就会坚守下去 这个恰恰是对信仰认真的一种表现 包括我们也提到学派 就是说中派有不同的形成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传统的家庭教会的五大家 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在成为一个中派了 他实际上建立了全国性的系统 然后他不断地要宣教建立新的堂会 他也建立了他自己的培训系统等等 我跟中华福音团期的一位领袖谈了这个问题 我说你们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中派 他说虽然我们不这么说 但他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中派 但是我说可是你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中派 为什么呢 因为中派要有根基的话 他一定要有神学的根基 也就是说我和你之间之所以分开了 是因为我们对神的道的认识 但很遗憾 我们希望一主一性大认识一样 可是我们承认近前的基督徒之间 仍然对上帝的道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一个我们的罪信和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因此的话 你们是一个中派 请问你们的神学是什么 你们的神学有什么样的特征 你们的神学有什么跟其他的原来的中派不一样的 你们特别要坚持的地方 以至于你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中派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应该去加入其他的中派 你们就应该放弃你们的山头主义 你们不能够因为只是这一代人的事工 而形成一个中派 不能够因为是就是化了一个地盘 因为是咱们这一群人就关系很好 我们是亲密的同工 如果你们不是在神学上有特别的东西 你们就应该 哪怕你们有五百万人 你们应该一起去加入一个只有十万人的一个中派 你说我们在一起吧 不然的话 这就是狭隘的 所以就是说中派的背后一定有学派 一定是因为我对神的道认真 然后我的认识理解 的确跟其他的 这个已有的中派不太一样 而我的良心又非常的坚持这一点 所以我说 那你们的神学是什么 那其实他们并没有形成他们自己的非常清晰的神学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到第二代或者到第三代 你这个系统就会消失掉 就会消失掉